假消息和错误资讯已经成为现在社会问题的来源之一 为了避免长辈成为假消息的传播者 台湾市双子星三贯网有线电视 特别举办一系列的媒体试图活动 这次来到安平区建平礼活动中心 向礼内的长辈进行相关的课程 会中主讲人李家珍除了提醒辨别假讯息的八大要素 也举出各种案例 让长辈了解假讯息并破解他 刚刚有举一个例子是 我们有一些保健相关的新闻对不对 他教你怎么吃 然后可以抗癌 然后身体健康 有了 但是有的理想是说 他说的这有可信度如何 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去问专家 什么是专家 疑心 学家等等 医生 学者 相关专业人士 这些都是专家 我们都可以去向他做请教 有线电视这样的课程安排 也让里长非常的肯定 相信透过这样的课程 让长辈面对假消息时 有正确的判断观念 已经跟我们的双子星 过来向我们的民众说明之后 很难让民众马上了解说 至少会辨别一下 这是不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 那我们对一些现在网络 你的LINE都很发达 那碰到这个一些 比较有一些争议性的 那民众也能先去求证一下 不要随着转发出来 不然转发出来 假如说这是一个假新闻 那对一些当事者 也不是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说今天来上这个课程之后 那我们的里面 也对这方面有深度了解 那也知道如何再去辨别真假新闻 有的辨别不出来 他也不会及时把转发出去 有一个缓冲时间 可以去问人 所以说来办这个课程 还是很不错的 这次也安排了有奖增达的活动 让长辈可以复习 今天学习到的内容 对长辈来说 这次的课程也让他们 充分了解到媒体试读的重要 同时也成为了 防范假消息的生力军 对于那个假消息信息 我一概本来都一概都不知道 听了你们的讲解以后 更加的了解了 认识到那个网路上的谣言 都一定要经过查证 不要随便提线 也不要随便去转发 今天上这个课 是我头一次知道什么 媒体试读 从这里知道很多辨别假消息的方法 还有那个像赖讯息啊 什么这些的 那以后我们不要乱传 那个假消息 这次也利用客余的时间 指导长辈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 让长辈学习更多的新知识 现在政府正全力打击假消息 对此中家集团也积极参与 这是落实媒体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双子星三贯王有线电视 也会持续到各个社区单位 宣导媒体试读 让更多民众可以了解正确的观念 冬结假消息 媒体试读 赞 记者郭博弈采访报道